這個盤子是萬達雙圈的 放完床之後 我們可以做了這個櫃 一櫃體場 這邊我們看的是一個電視背景場 這個特點 好像風窗來說的話 它就是把開啟位放在兩邊 風吹到這些窗都掉了 在我們廣東來說 是不會出現這些問題的 我們兩個人的衣物去放 特別是女士 中軒地產推出拍得住 精裝軟裝一站式管家服務 置業大灣區拎包入住 一步到位 買了清洗樓又怕麻煩 中軒幫到你 中軒拍得住一站式全家裝設計 為你提供個性化服務 從設計、選料、入場裝修 都精心為你挑選最優的材料 裝修工地全程實時監控 為你省時省心 其實裝修沒有難度 找中軒拍得住 當然靠得住 想為家師去顛倒 中軒幫到你 名牌廠家合作直銷 價格實惠 免費歌聲化定制 為你解決配置煩惱 賣家師 當然來中軒啦 中軒拍得住裝修 床收樓 毛皮裝修 配置全屋家師家電 一條龍裝修服務 全程無憂為你 個性化定制 滿意 再收樓 中軒地產 極資服務 讓你融入 灣區生活 全程無憂為你 我是秋萍 今天我們又帶大家來看看一些裝修 現在我們所在的這個盤 就是萬達雙圈的 萬達雙圈附近的話 這個盤它現在還在再見附近 現在進來我們在一個中高層的單位 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一個入戶花園 入戶花園的話 這些應該都是他們之前的 開箱的 單層玻璃來的 所以敲起來就知道了 入戶花園來說 沒有浪費空間 做了一個L路形的鞋櫃加儲物櫃 一起做來看的話 整個空間利用率就會高很多 就不會浪費這些地方 亦都不會顯得是很壓迫很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場面 場面來說它是做了一個藝術漆的 現在很流行的文理機 它的特點就是硬不怕刮花 有時小朋友很調皮 小瘋或賢皮 有時用鑰匙或筆去畫畫 它都是不怕的 即使有一些顏色不限 畫下去塗了色 你可以用濕水布去擦擦擦擦擦 它是可以洗乾淨的 这些是防水防霉 回到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小房 小朋友的房 或者是长辈房 这里放完床之后 我们可以做了这个柜 一柜看起来它刚好安装好 要搞回身之后才撕下这些纸 进到房间的话 它又用了另外的一种艺术漆 很多艺术漆是不一样的 这种它就会有点点点点 就是这些贝壳粉 它就会有唇色 也都会有一些颜色 我们软一点点来看 一些光 特别到时候装好灯 打过去的话 是会有一些闪闪的感觉 对于这个女孩子的话 应该是很喜欢的 Bling Bling 这样的感觉 这边有点点阳光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光射来 就可以看到 它会反射出这些 蚊绿色的光 这个单位的话 它用做的一个项目来说 是会比较多一点的活 除了有艺术漆 还会有一个背景墙 这边我们来看 就是一个电视背景墙 它电视背景墙来说的话 就融合了硬板 和一个隔单 和一个现在 新型的一个竹炭纤维板 这样的 因为它也是刚刚装好 还没有去搞维生这些的项目 所以它也是 看不出这个整体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又可以看回天花 天花来说 它就是做了一个 满吊的天花 它就是把客餐厅 连在一起 做了一个 长方形的满吊天花 电视背景墙上面的话 就是做了这个封管机的 就回到阳台这个部分了 这个设计的话 就是把这个大阳台 打出出去 通铺了出来 整个空间就更加的阔落了 它这个特点 好像风窗来说的话 它就是把这个开启位 放在两边 中间是整块的一个大玻璃 是没有缸断 没有左隔的 这样就可以看到 旁边的山山水水 很多时候呢 就是特别是现在 那个新闻上面说 几多级几多级台风 吹到这些窗都掉了 就是这样来说 在我们广东来说 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 我们现在这样去拍它 去震它 你也是可以感受到 这个玻璃的一个厚实度的 这边湿面我们可以过来看看 它是这个双层的一个中空玻璃 所以是不会说那么容易去拍一下它 它就会爆或者怎么样 这些是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它肯定是会有这样的资质 它才可以是让你做到一个生产 那我看看我们这边 咦 为什么会凸起来这个排水呢 还有一个电制盒呢 那到时这边就是做一个茶桌的 喜欢喝茶的朋友的话 那这边就是一个茶室 那除了客厅 这边还有一个休闲区的茶室 可以看着七点的风景 品一下茶吃一下小点心 是比较舒服的 还有现在我们都是下周 应该是三点多钟的时间 它都不会说曬过来 看出去就比较舒服 而且它这个大阳台呢 它是非常之长的 它是整个通过去旁边的房间 整个厅整个厅过去旁边的房间 那这个设计的话呢 它就留一个小部分 你看打开窗 这些风吹进来 因为前面是没有遮挡的 那些风吹进来 真是自然又舒服 那有很多人呢 就会想着 哎呀我封了一个阳台 那对于我走 就是七边室外的一个景 空气 那就没那么好 那这个设计的话呢 它就可以解决了 一大部分就是三分之二的阳台呢 就封了它 剩下三分之一的地方呢 就可以是做一个洗衣啊 囊带啊 或者是吸烟区啊 那有些男子 喜欢吸一下烟 1997到来 又不会说 又不会说 弄到家里的空气 比较熟 看着一些山山水水 整个人的心情 都是非常之美的 那回到来 这边呢 它到时的设计呢 就是做这个洗衣机啊 或者洗衣机 干衣机 或者是加多一个桌子 做个小的一个洗手盘 可以有些小件事可以手洗 都可以的 那它外长图的呢 就是一个防水涂层 它防水涂层都会有很多种的 之前我们也都是介绍过的了 那回到来这一边 客厅的话呢 就是一个电视柜 那因为这边的话 厅也是比较阔的 它这个应该是75.5米的砖 它这里是超4米的 所以它做了一个满场的一个电视柜 它都不会是觉得很压迫的 还有空余的地方是可以放多这个茶几 那现在自己的沙发 去到1米的幅度 它这个空间 走动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那满场来说的话呢 它就加多了两线这个玻璃 玻璃呢 也不是说做了这个很透的那种 它就做了这种茶几的玻璃 那到时候加上一个灯带的效果呢 所以整个画面看下去呢 它就会是比较美一点的 就不会这么粗 有人就怕着 哎呀我做到满场 我会不会很压迫啊 我会不会是比较粗啊 那其实有很多设计呢 可以跟设计师去沟通啊 那样设计师就可以给到一些想法 可以用玻璃来做一个搭配啦 可以用不同的一个饰面板 那你现在这边呢就是 看了它好像一块石 那样其实它也是木的 它就是用这个大理石云的一个饰面板 去做一个搭配 但是你整片都是的话呢 又不行的啊 眼花缭乱了 但是它还用一条这样间开来集开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亮点了 那到来我们这边餐厅的地方了 餐厅的地方 餐边柜来说是稍微小一点 因为餐厅的位置相对来说 雜一点 厨房又小一点 所以它到时雪柜 都是要摆出来这边的位置 至于厨房的话呢 哎呀 鑽石形 有些人会觉得 哎呀 我这个如果做直角形的话 我会浪费很多地方啊 有些地方又用不到啊 那就可以设计这些鑽石形的了 那里面呢 就可以方便放一些 大小的煲煲餐餐 有时候人多来吃饭啦 用大煲的煲汤的 或者是大煲的一个 开煲的那些煲 那就可以放入面去 入面的空间是比较阔的 那我们再进去房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一个 维生间 公共维生间 那就越来越多人都喜欢 可以是将干区和湿区 彻底地分离开的 那它现在这个设计呢 就是这样了 我们之前也是有介绍过很多 那就方便到 家里人多的时候 有人佔用了卫生间 但是我又要拆牙洗面 或者小朋友要赶着上学 那就可以在旁边搞定了 就不需要去欠卫生间 回到这边 它就有个天花未叫的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 少少的引币工程 就是这个水管的一个酒 就是水管电线的一个酒 可以看到 它这个水管的话 它不是就装上去就可以了 装上去就可以了 它还加了一个隔音 可以看到了 红色和蓝色那一层 它是隔音的 到时候 有些水流动过 特别是对 有些 就是 比较敏感的 就是这个清觉敏感的人 人们来说 包好了这个管 它就可以减低 它那个吐音的影响 这个应该是男孩子的房 即是蓝色 在衣柜上 是做衣柜和书桌一体的 蓝色 除了可以在这里 写字 学习之外 这些书本 或者是一些有意义的摆件 都可以放在上面 这个衣柜 就足够一个小朋友的用 有拖筒 挂衣区 都是比较大的 而且 门口的一个位置 有些人就会想 我开关的位置 如果不做的话 又会有些浪费 你也是可以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空间出来 到时候 就可以放一些小小的东西 或者是锁匙 都可以放在这里 这边 应该就是长辈房 即是他房间 和外面的厅 就是做了不同的一个艺术 这些背壳品 有点光照进来 都可以看到 就好了 回到主人房这边 先看看 主人房上面 它也是做了一个 满调的天花 然后又做了一个 风管机 它现在还有很多智能系统 就是差不多落斑回来的时候 可以在手机的S上面 就设定 我差不多回到家了 我开定空调 特别现在夏天来了 昏水深汗 但是我一想回到来 我就会有凉爽的感觉 就可以先开了这个冷气系统 回到进来就好像很凉爽了 从后面这边 就是床头的一个背景墙 它这个背景墙的话 也是用了这个板 和隔山 这一边 它看到好像是这个 大理石纹那样 石纹 其实它也是这个 背景墙板 所以现在这些都是 比较多元素 这一边 就看到 又有一种 这个艺术漆 就是 不同的一个房间 可以做不一样的艺术漆 搭配各个房间的颜色 特色 它一样是可以配套得这么漂亮的 前面一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大衣柜 就满足了 两个人的衣物去摆 特别是女士 满足了它一个需求 它可以 这个就是一线到顶的 这个门 它上面可以放一些 面皮 或者是换柜的衣服 厚衣服 上面 中间有常用的东西 就挂在这 下面可以放下 袋 鞋 或者其他东西 都可以的 今期的装修 就带大家看到这里 有兴趣了解装修的朋友 记得自电藏衫 或者是找阿偷婷 我们一起 过来杨瓣家去看看 今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想关注大湾区最快最新的资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 再顺手给个like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小铃